M加博物館的教育設計 基本上是讓學生 大家都是一個平等的起點 只要他敢想敢創 其實他一定會參與到這件事 教學人員會帶領學生在展廳 透過不同的工具 邀請他們成為生活研究員 透過活動 他們可以自行發掘藏品 和生活的關聯 大人、小孩應該是平等的 即是大人會想讀新聽歌的時間 其實小弟哥也會想的 例如一起洗一塊冰 跟我們日常生活的鐵狀的狀況 有點相似 但最後什麼成效都沒有 如果用這個鐵飯煲的話 其實可以節省了六小時的時間 讓同學可以反思到 原來工具是可以促進我們的生活 亦都可以反映那個時代 或者當時的人的一些需求 學生除了可以用多角度 去了解我們的藏品 還有機會分享他們個人的感受 可以看到別人在想的東西 還有我們自己都可以留下一些想法 給其他人看到 只要自己心裡想到的東西 都可以大膽發表出來 大家都會幫助你思考 我會發現大家的思考方式都很不同 同一件作品 有人會以其他人看來的角度 有人會以藝術家自己的角度提出 透過活動 我們希望學生可以探討視覺文化不同的範疇 從中更加了解自己 並且可以看到自己和世界不同的連繫 像現實一樣 很多人做了很多事 可能很辛苦 不一定要成效 只要你在過程中 能不能令到甚麼 其實就已經是有意義 很高興看到他們更加了解自己 更加勇敢地面對自己的一些不足 更加鞏固和肯定 他的想法和他想做的事 作為在香港蠟燭的一個視覺文化博物館 讓學生有幾個不同層次的平台 去做一個探究 包括本地的議題 國家的議題 甚至去到一個世界的議題 其實在MGuard這個館裡 同學們透過不同的展品 其實可以進一步的探索 做一個探索的探索 在MGuard這個探索的探索 導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